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然是不想将他们卷入危险的漩涡 他抛开两人 慢慢爬上废车队 接着砸起头发 拿起铁棍 如战神般独自应对 三番队的五十人 打架时的他 气势威猛 所向批明 三番队的杂兵阵线 很快就被他击溃了 西肖一边怒测一虎把事情搞砸 一边摆出备战姿态 但就在一刹那间 场地已经打晕他的部下 从他身后袭来 准备杀掉他了 大概是没料到场地斗撞会这么快 西肖有点惊讶 但他很快就恢复神态 不慌不忙的说 有胆你动手啊 话音刚落 场地忽然口吐鲜血 前东去查看场地的伤势 发现鲜血 从他的腹部不断流出 原来 场地刚才确实被捅了 他是抱着死不足惜的壮志 才忍住剧痛 打算在临死前干掉嬉笑 可惜 还差临门一脚 他就倒下了 更可恨的是 作为始作俑者的嬉笑 竟然反过来利用这个机会 煽动Mikey说 义虎把场地拉进巴流巴罗的目的 是为了除掉场地 因杀人而在这精神崩溃的义虎 已经无法反驳他的话了 见场地倒下 Mikey彻底黑化 走下废车队踹飞半肩 为这场大混战画下句点 在巴流巴罗成员仓皇窥逃的时刻 Mikey走到义虎的面前 朝他的眼面一记重拳 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要回掉义虎 放开了限制的Mikey 下手非常狠辣 义虎只能像个人偶般 被他揍个稀巴烂 在狂风暴雨的攻击下 义虎回想起以前尸首杀人 场地强调会陪他 度过难关的场景 他意识到 自己亲手将重要的东西回掉了 像是感应到义虎的心声 场地挣扎着爬起来 露出一抹大大的笑容 感谢Mikey为了他生这么大的气 接着 他走到义虎面前 掏出一把匕首 大喊说 我不是被你杀死的 然后把刀深深捅进自己的肚子 重重倒下了 临死前 他告诉乌道 嬉笑是敌人 他亲眼目睹嬉笑 以让阿帕出狱为条件 请求Mikey让他当三番队队长 才会怀疑嬉笑 气度分裂东万 他说 真正的三番队队长是阿帕 是他们六人一起创造的东万 而这五个好友 都是他一辈子的宝物 最终 他把守护东万重任 偷付给乌道 并向前东深深自泄后 微笑着离开了 这个初夜的男人 用自己的生命 捍卫了东万 一虎和Mikey 场地的死 令Mikey心中的仇恨拉满 对着一虎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五道再也看不下去 挡在一虎的面前 阻止Mikey下重手 Mikey狠狠抱着和踹飞他 要他别碍事 但五道坚持爬起来 脱下外套大喊说 你以为场地为什么要赌上自己的命 他选择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是为了不让一虎感到自责 Mikey愣住了 他捡起五道脱外套时 落下的护身符 问他这是在哪里拿的 五道回答说 是在集会的神社捡到 看着熟悉的护身符 几位东万创始人瞬间意识到 场地还收留着他们 创理东万之初的纪念品 时间回到2003年6月19日 东万成立以前 那时候还是小屁孩的他们 来到神社召开一场小集会 讨论一只叫黑龙的暴走族 听到这个名字 一虎瑟瑟发抖 黑龙是个恶名昭彰的 庞大不良组织 里面的八家九 都比他们大三岁 而更倒霉的是 一虎不幸住在他们的地盘里 因此参照黑龙帮欺负 本来他想瞒着大家 独自应对这件事 但Mikey不知从何得到这个消息 决定要助好兄弟一臂之力 场地提议 不如就以他们为核心 组成一个暴走族对付黑龙帮 他早就想好大家的职位了 首领是Mikey 副首领是Draken 三狗负责轻卫队 阿帕负责扛大旗 而场地本人和一虎 则是担任特攻队 东万就这样诞生了 场地宣布 这是一只 每个人都能为同伴拼命的队伍 集会结束后 大家心高采烈的去买护身符做纪念 因为价钱太贵 他们抽钱买了唯一一个护身符 而这个紫色的护身符 就是由场地来保管的 这么多年以来 他从未忘记当天的约定 这个护身符象征着东万 作为保护伙伴的队伍的初衷 也凝结了六位创始人 生死不育的情谊 Mikey讲完这个故事后 在场的人都流泪了 与此同时 警察也刚好赶来 所有在场的八家旧 只好一哄而散 一虎劝大家离开 由他一个人留下来陪伴场地 他再也不会逃避了 这件事由他来做个了断 Mikey尊重他的意愿 带领大家离开 在他离开前 一呼叫住他说 我没资格求你原谅 无论是你哥的死 还是场地的死 这份罪恶我会背负一辈子 说完 他向总长深深巨躬 Mikey沉默不语 但他在心中 早已原谅他了 2005年10月31日 这场时辰 血腥万圣节的斗争 以冬万胜利 死者一名 逮捕者一名的结果告终 两周后 千冬在场地的坟墓前 放了一碗他生前爱吃的炒面泡面 望着场地的墓碑 千冬陷入回忆沙 那时候他才12岁 是学校的头号校爸之一 一天 朋友告诉他童年级的三班 有个留级的三年级生 他便到三班去找这位留级生 想要给他个下马威 出无意料的是 那家伙是个油头眼镜仔 看了就没有让人想找茬的欲望 不过出于好奇 千冬还是在放学后 留下来和书袋子大话 这位书袋子表面上看似很会读书 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渣 他是害怕再留级害妈妈哭 才会逼自己用功读书的 千冬叹了一口气 教他写正确的汉字 结果时间在两人的相处中 不知不觉流逝到傍晚 跟书袋子分别后 千冬走路回家 却不幸碰上一群小混混 虽然他很能打架 但面对这么多高年级的人 难免还是力不从心节节败退 就在这时 书袋子突然出现 在众人的注视下 将小混混砸进墙壁 接着他脱下眼镜 散开头发 向众人自爆名号 是冬叹一番队队长 场地归戒 单枪匹马打倒所有人 从那天起 千冬就发誓 要永远跟随这个帅气的家伙 只是没想到 跟随了场地几年后 如今却剩下他一人穷穷竭力 试则一语 胜则如斯 麦奇亚Dragon转告 可能会被关进少年关护所 十年的一壶 从今以后 你还是冬叹的一员 我原谅你 听到这里 原本想要偷偷自杀 以死泻缀的一壶 顿时泪流满面 他真正的家人 回来了 吃热一早 三谷加阿培 带舞到巨蛋的社团活动教室 令舞到出乎意料的是 平时一副小混混样的三谷 在学校 居然是亲切和蔼的手工艺社长 而且 他还亲自缝制了一件 东湾特工夫给舞到 作为舞到 此前救下Dragon 又在雪星万圣节 让大家醒悟 隔天晚上 Mike在神社召开几会 要算雪星万圣节的总帐 舞到穿着特工夫帅气登场 此前 东湾内部鄙视他的身影 都渐渐消退下去 与此同时 总长Mike走上台来 而大家惊讶地发现 跟在他身后的 竟是半剑和千冬 原来 自从巴流巴罗在雪星万圣节落败以后 半剑注意组织 没有代理首领为由 请求Mike将巴流巴罗 归顺在东湾旗下 东湾成员起初还对半剑抱有敌意 但得知巴流巴罗的300人 加入了几方后 就被人的群情激昂起来 大喊东湾万岁 看到这幅场景 舞到冷汗直流 而且最令他恐惧的是 西校是促成东湾和巴流巴罗 合并的关键人物 舞到绝望了 明明改变了历史 让东湾在雪星万圣节得胜 却还是让西校阴谋得逞 再这样下去 东湾会被巴流巴罗完全侵占 Mike打断了众人的狂欢 表示要对场地的死亡引以为戒 然后便将剩下的时间交给千东 千东直言 他无法继承场地的一番队队长职责 所以他要指明追随的人 而那个人就是舞到 得知自己一下愚约龙门 成为一番队队长后 舞到目眩神谣 泪流满面 虽然内心充满未知的恐惧 但为了拯救大家 他必须抓住这一线希望 事后他去找职人握手 穿越回到12年后的时间线 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全身都是明白货的黑帮大佬 不仅有专车接送 下车也有一直排开的小弟 而且更令他震惊的是 山岸、城河拖野 甚至是千东也成了他的属下 自从千东在12年前 将他推到一番队队长位之后 舞到就成功逆天改命 在12年后 晋升成东万的高级干部 在那之后 舞到被推去出席 高级干部的饭庭会议 他几次想要联络职人 却发现 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的手机号码 只能满怀不安地坐在原地 静观其变 通过这次犯局 他得知原先几位反对队长 都和他一样晋升成高级干部了 山谷、阿帕和阿培 也都还在东万 不过他同时也发现 干部当中加入了很多陌生面孔 据说都是从以前 一个叫黑龙的帮派转来的 当然 比起这些不熟悉的人 居然舞到感到不安了 还是半间这个人存在东万的事实 半间冷冷地指出 东万经营的空壳公司 在三天前被警方抄了 他怀疑干部当中出现的内鬼 他的话犹如一枚定时炸弹 投在本旧氛围紧张的饭桌上 瞬间迎报现场 就在众人大打出手的时候 嬉笑突然现身 指名舞到尔千冬 跟他吃一顿晚饭 如今的嬉笑 既是东万的核心人物之一 也是首领代理 不过他的语气 相较以前温和许多 看起来就像变了个人 他此次邀他们吃饭 竟是为了场地的事情向他们道歉 嬉笑承认 在12年前利用半间笼络一壶 组成巴流巴罗 用他向东万敌对 故意出成血腥万圣节 害死了场地 对此他深感抱歉 舞到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 只好接过嬉笑请他们喝的酒 然而 两人没有想到 嬉笑早就在酒里面下药 当舞到醒过来时 他和千冬已经被绑在椅子上了 嬉笑失笑伪装的和善面具 露出狠毒的真面目 原来 他设计陷害两人 是想逼他们承认是内鬼的事情 为了保住舞到 千冬承认自己是内鬼 他一直牢记着场地的遗愿 想方设法 把东万打回正途 而这些事 都和舞到毫无关系 嬉笑当然不肯轻信 拿了手枪奔了舞到的大腿 然后把枪口转向千冬 千冬没有慌张 而是一脸平静的 把守护东万的人物托付给舞到 接着就被爆头了 千冬死后 嬉笑把枪口 对着舞到的脑袋 流着眼泪说 再见我的英雄 然后 只听一声强响 画面从此陷入黑暗 希望你们能够观看完整动画 你好我是尤大 带来要想多大天空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こと满足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